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 和CococationsOn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 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 59个励志语录给你每天满满正能量 值得收藏起来时刻激励自己 1.我们不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 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会鼓励自己的人 因为如果你有梦想 而不鼓励自己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其他人来鼓励你 2.当你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会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来找你 他们的名字叫困难、挫折、迷茫、痛苦、低潮、恐惧 你一定要学会跟他们相处 并且还要不断继续前进 3.如果你比现在更大胆十倍 如果你知道未来十年你都不会失败 那你会为你的人生定下什么样的目标 小目标没有食血液沸腾的力量 唯有不可思议的目标 才能创造不可思议的结果 4.过去的习惯决定今天的你 所以过去的懒惰决定你今天的一败涂地 5.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 5.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 不怕挫折且充满希望 6.没多少人的人生是容易的 你吃过的苦、受过的累 总有一天会变成生活对你的嘉奖 7.每天都冒出很多念头 那些不死的才叫做梦想 8.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成功 可问题是大多数认为自己无法成功 他们不相信通过奋斗可以成功 于是放弃了梦想 最终果然走向了失败 9.过去的经验要总结 未来的风险要预防 这才是智慧的 昨天已经过去 而明天还没有来到 今天是真实的 10.就算跑最后一名又怎样 至少我又运动精神 而且我一定会跑完全程 只要跑到终点我就成功了 11.人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 无论遭受多少艰辛 无论经历多少苦难 只要一个人的心中 还怀着一粒信念的种子 那么总有一天 他就能走出困境 让生命重新开花结果 12.只有自己变优秀了 其他的事情才会跟着好起来 13.莫要去找借口失败 只找理由成功 也许现在你正面临一些困难 但是你别忘了 生活总是在向前 明天总是会更好 14.在人生的大舞台中 无论是谁 都必须努力 生命不是为了光活着 更是为了拼搏 为美好梦想启航 努力的向前走 就是对人生最好的汇赠 能让你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15.不论做什么事 都要相信你自己 别让别人的一句话将你击倒 人生没有对错 只有选择后的坚持 不后悔 走下去 走着走着 花就开了 16.努力 不是为了要感动谁 也不是要给哪个人看 而是要让自己随时 有能力跳出自己厌恶的圈子 并拥有选择的权利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7.不要惧怕压力 它可以变高你的人生 不要躲避忙碌 它可以燃烧你的希望 不要拒绝寒冷 它可以积蓄你的能量 不要眷念诱惑 这常常是堕落的前奏 18.每一个人的成功之路 或许都不尽相同 但我相信 成功都需要每一位想成功的人 去努力 去奋斗 而每一条成功之路 都是充满坎坷的 只有那些坚信自己目标 不断努力 不断奋斗的人 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 但有一点我始终坚信 那就是 当你能把自己感动得哭了的时候 你就成功了 19.一个人的特色 就是它存在的价值 不要勉强自己 去学别人 而要发挥自己的特长 这样不但自己觉得快乐 对社会人群 也更容易有真正的贡献 20.每天早晨 敲醒自己的不是终身 而是梦想 不是每个人都注定成功 信念就是即使看不到未来 即使看不到希望 也依然相信自己错不了 自己选的人错不了 自己选的人生错不了 有梦想 就能看到未来 21.什么也跟不了你一辈子 青春不能 美貌不能 恋人未必可以和你白头偕老 甚至金钱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辞而别 但是相信我 那些年未赚钱而习得的能力 会跟随你一辈子 就你离每一次水深火热之中 22.人生就是一个磨练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些酸甜苦辣 你永远都不会成熟 所以 我们应该在阳光下灿烂 风雨中奔跑 泪水中成长 拼搏中展望 对自己说一声 昨天挺好 今天很好 明天会更好 23.通常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 却想得太多 做得太少 人生在于拼搏 想十次不如做一次 想要赢 就别怕输 强者就是把对他人羡慕极度恨的时间 全部用来提高自己 24.生命中的一切都不是巧合 你得到什么 是源于你付出了什么 当幻想和现实面对时 总是很痛苦的 要么你被痛苦击倒 要么你把痛苦踩在脚下 25.你要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 说自己能说的话 守得住没有光的人 终究会闪闪发光 26.你在优秀也会有人对你不屑一顾 你在不堪也会有人把你视弱生命 所以 牛逼时不要的色 骆驼时不要堕落 27.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完美 但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看着前方 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28.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时 那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 当你的经济还撑不起你的梦想时 那你就应该踏实地去工作 29.当你放弃时 只有一小段日子很轻松 后面的一辈子可能都会越过越难 而当你坚持住 努力的当下可能会有点苦 但未来的每一天却会越过越轻松 30.人生不分早晚 努力不分年纪 只要你愿意走 踩过的都是路 只要你不回避你退缩 生命的掌声中会为你响起 31.人生并非都是选择题 而是在做应用题 那要我们一点一滴的去论证 是取舍的过程 做错了也没关系 向前走 不必想太多 也不要害怕 相信梦想并坚持 32.人生就有许多这样的奇迹 看似比登天还难的事 有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 其中的差别就在于非凡的信念 33.每个人都是一颗种子 从破土到含苞 需要 冲破类土与实力 经历日晒和雨淋 当你暂时又于黑暗 别灰心 别心急 默默汲取营养 努力扎下更深的根基 耐心等待 终会迎来最美的绽放 要知道 所有的付出都将有所回报 只不过每颗种子的花旗不一样罢了 34.没什么好抱怨的 今天的每一步 都是在为之前的每一次选择买单 这也叫担当 无论你此刻是否迷茫 在阳光升起的时候 请相信 努力的人最终都有回报 35.任何外在力量的辅助终究只是暂时的 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才会成为你强大的依靠和资本 36.不是每天都有阳光 不是每天都会凉爽 只要我们心中有阳光 人生总会是晴朗 只要我们心中有凉爽 每天都会充满希望 37.别人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暗自努力 在你看得到的地方 他们也和你一样显得吊儿锅 和你一样会抱怨 而只有你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最后也只有你一人继续不思进取 38.你不太聪明 还没别人起得早 你起得晚还睡午觉 你睡午觉还久睡不起 睡着你还惦记着今天好好玩明天开始努力 有时候最怕的不是你在路上都慢别人挤拍 而是你连奋起直追的心都没有 既然你知道路远 那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早点出发 39.人生最重要的 不是成功而是价值 不是你所得到的 而是你所付出的 不是你所学到的 而是你所传授的 人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人生的舞台上 而在我们今天扮演的角色中 过去的经历在光彩也是一束凋谢的花朵 今天的生活虽频繁 却是一把充满生命力的种子 40.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 因为它无法更坏 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 坚持坚持就过来了 加油 41.每天告诉自己要努力 即使看不到未来 即使看不到希望 也依然相信自己 学会放下 很多时候 在意的越多 失去的就越多 看穿但不说穿 很多事情 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 没必要说出来 一定要快乐 想不开就不想 得不到就不要 干嘛非得委屈自己 42.有谁的幸运 凭空而来 只有当你足够努力 你才会足够幸运 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时光不会怠慢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 43.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 与从容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44.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渴望成功 可问题是大多数认为自己无法成功 他们不相信通过奋斗可以成功 于是放弃了梦想 最终果然走向了失败 45.哪怕你失败了一次两次 请记住只要你努力 你拼搏 你付出所有的等待只会越来越好 请相信努力的价值 46.真正点亮生命的不是明天的景色 而是美好的希望 我们怀着美好的希望 勇敢地走着 跌倒了再爬起 失败了就再努力 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 永远相信不管自己再平凡 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这才是平凡人生中最灿烂的风景 47.努力赚钱的意义 年轻时,不拖累生你的人 年老时,不拖累女生的人 48.能用汗水解决的 就别用眼泪 49.上天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也不会同情假勤奋的人 天赋不能带来的东西 努力或许可以改变 50.当你为一件事情拼命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梦想绝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1.生活该只有两种状态 发光和不发光 不发光的时候 都是在为发光做准备 52.人最大的对手 往往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的懒惰 任何时候都要靠本时吃饭 你必须拼尽全力 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 53.如果今天不努力 明天也不努力 那么你的人生只是在重复而已 54.把坚持当成一种习惯 别人光鲜的背后 都有加倍的付出 没有谁比谁更容易 只有谁比谁更努力 55.很多人都羡慕那些一夜爆红的成功人士 其实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如果没有踏实的努力 没有点滴的积累 再好的运气降落到你头上时 你也没有接住他的实力 56.这个世界能轻而易举做到的 只有变老和贫穷 所以努力吧 为了你想要的人生 57.能改变你人生的永远是去做 而不是空想 机会总是垂青于那些有准备的人 想一万次 不如做一次 58.你想过普通的生活 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 你想过最好的生活 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 这世界很公平 想要最好 就一定会给你最痛 59.这个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一夜暴富 成功的路上没有任何捷径 只有踏踏实时 一步一个脚印 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与年龄无关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真正能激励你 温暖你 感动你的 是充满正能量的你自己 希望以上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此内容 请分享它 并欢迎留下评论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KK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